歡迎收看臺時新聞全球現場 我是張寧 收看小丹寧關心道 高雄有騎士停等紅燈時 發現警車停在了後方 綠燈起步立刻加速逃逸 沿途還丟了一包濕紙巾 遠景一查發現 這裡頭是藏有毒品 另外呢還有一名騎士 將手插在了口袋當中 騎車引起遠景的注意 警方上前盤查 發現這名男子酒駕上路 騎在路上越起越偏 差點就要逆上 下一秒改往右邊飄 遠景一看不對 加速靠近 就見騎士右手催油門 左手直接放掉插在口袋 單手騎車姿勢是很帥 問題騎不穩 來來來 要他靠邊停 你手是怎樣你 一隻手在騎 沒有冷啊 太冷了 說是在郁寒 偏偏一開口 酒氣串出 0.19 要給你開單 扣車 喝完多久了 喝 差不多一個小時 酒駕被抓包 男子就才坦承在海邊有割酒 酒後上路越騎越冷 才把手插在口袋取暖 沒想到竟引起遠景注意 同樣逃不過警方陰眼的 還有他 聽紅燈瞄到警車在後方 實在心虛 綠燈就加速 邊騎邊丟掉獅子巾 這舉動太詭異 警方撿起來 發現獅子巾不只是獅子巾 裡頭還藏毒 男子本想喊冤是遠景賴在他頭上 但過程全都錄 當然沒辦法賴帳 記者綜合報導 有關在十分之大 這不由這封場 有關在十分之大 就有關在十分之大 封場地獅子巾不怎麼